由於找不切人幫忙做賽後檢討 加上下一屆赤麵龍杯就快開始了 最後只能夠原條replay上傳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右上角的小鈴鈴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新推出的影片 歡迎回來赤麵龍杯的第三回合 我是蕭霸 我是FM 這是一個比較熟悉的棉控 左邊有小軒 右邊有一位叫加洛的選手 我們先看看兩個隊伍 小軒這邊是斑格拉尼吃烤霸 還有米辣龍、狼人、斬裝將軍、仙衣 都是吃烤霸主族的組合 而另一方面加洛那邊就是一個比較少見的組合 有一隻大隻牛 那隻是水系 水系的大隻牛 水系 怎樣分水系還是火系 他應該是紅色還是綠色 不是 我是看他有多少條 哦 FM教大家的東西 簡單一點 好 待會再看看 我們首先看看 這個手印是誰呢 其實我覺得小軒的隊伍比較有趣 因為他是用了兩個主族為黨 一個沙主族和一個踢黑霸主族 剛才看到Skylok就派出他的暴露球菇 還有那隻的紅蓮海騎 你又改名字嗎 沒有啊 他叫結狼 我遮了 我可不可以推出 另一方面 小軒就是一個雙沙隊 會不會是岩賓道圓場 斑加拉和蘇岩浪人 是 那是沙隊的 其實沙隊我是挺喜歡的一個組合 簡單的 沒有現在的trade room 或者很多gimmick的東西 那麼複雜 你用沙推進而已 但是我不知道我覺得沙隊 而且現在雨隊少了 少了雨隊和少了地系的招式 是 是 剛才看到小軒收走自己的 就是斑克拉拉 換入他自己的吃烤霸 吃烤霸 這個時候對著火系的紅蓮海騎 用吃烤霸也是挺好的選擇 看來小軒也想處理了暴露球菇 首先一個岩賓 因為一個範圍棋 如果能夠起這個時候 令到對面的CT 這個運氣 哇哇哇再貼上 沒有CT的 但是有flint 不是CT加Finch也挺兇的 這個位置 我們首先 次序上都是很合理的 首先是紅蓮海騎是最快的 然後是吃沙的傷害 就是紅蓮海騎 然後才到黑烤霸 再到剛才的暴露球菇 暴露球菇 其實這刻大家很多時 暴露球菇都是比較偏慢的 但我想除了Meta會轉變的情況之下 會點速嗎 會加速 即是太陽月亮時 那你打算是對應哪類型的精靈呢 這刻不像 即是你會比吃烤霸 有機會 剛才看到先有一個 騎人太精法 把紅蓮海騎的屬性變成草蟹 草太精 頭頂刪了會轉的花花 會轉的 有些精靈會轉的 他不會轉的 剛才見到鴨蚊打出來 傷害都一般 好了 吃一把都用替身 這個都常揮的 但你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紅蓮海騎是未出招的 出招了 這是一個氣泊空間 這裡是陷阱 即是四周圍的時候 小謙要想想如何對付 避免速度逆轉的情況 其實剛才那兩回合 暴露球夫真的很慘 一直被人致散到這樣 但現在 Track Room了 做到事了 他先走 但先走就不代表好笑 因為 你在Track Room的環境之下 首先暴露球夫先走 但問題是對面那隻吃烤霸 就算你手樓上有Clear Smog 有Sport也好 你現在是打不進他的替身 嗯嗯 這個替身是很麻煩 但另一方面 阿小堅就問這個時候 會有什麼招數可以對付對面的紅蓮海騎呢 嗯嗯 因為始終來講 Headhawba的屬性來講 水龍食精 太正化了 太正化 看看會不會有 首先看到一隻 換入米辣龍 換入米辣龍 這個時候我們見到 今天比賽第一次 至少直播 第一次見到 就發暴露C0 首先這個Commander 吃了下去 吃了 含著一點 含著一點 因為會出回來的 還有在裡面會吃沙的damage 不知道為什麼 都含沙射影 哈哈哈哈 好了 一個Cleanse Mode 因為打下去 含沙射影 所以他的statch的change 就沒有變化 戰力現在就是單體的 這樣算不算 算雙體 雙體 因為始終是 那隻米辣龍只是打不中 原來是這樣 這個時候用了賞菜 大家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壽司 蝦壽司 哇 攻擊力都很高 打死了 暴露球膏 同一時間 因為剛才那隻米辣龍 是一隻橙色的 不知道什麼型態 忘記了 所以就加這個攻 記不記得提起那兩個 加什麼呢 黃色是加防禦 是嗎 錯了 一個加速的 哪裡加速 黃色才加速嗎 黃色加速 是嗎 因為是小龍黃色的 好了 我們教大家 怎樣去看水牛和火牛 其實我比較喜歡看水牛的尾 是轉轉轉的 是 火牛是尖尖的 還有這隻角 水牛是波浪型的 火牛是很高的攻擊性 先看一次 好了 但這個時候其實 不是對於 首先 剛才的 糾正 因為剛才的 Wild Force 應該是打單體 因為這個時候沒有一個 超人力場 所以剛才你打 嗯 沒有 沒錯 沒錯 好了 卡龍炮打出來 咦 為什麼會打卡龍炮 火火 卡龍炮 會不會毒他有什麼 太精華 因為大家open tank 可以看得到 對 因為今天 剛剛準備 不夠 好了 這個時候才看到一個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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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可以補回聖物車之一的血 嘩 如果今天 然後這個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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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好像不太好 同一時間 這個上菜 繼續上菜 剛剛他說 減完防禦力 之後這個上菜也痛了 對啊 扣了一半以上的血量 好奇 這隻 大隻牛 居然不是 極速 因為如果理論上極速 很多時候都應該快過一隻 HAT HALB 嗯 那在trick room的環境下 應該最右手才出招 嗯 就是底速的 因為他一把速 有機會 都不定 哦 調慢了 這個就問回當時才知道 好了 這個時候換走自己的水牛 HALB 最後就是精靈 就是 我愛你我 Chill me Chill me 原來就是仙衣背 好了 這個時候用回保護 希望去抵擋最後幾個 王力戰力 對 這個Protest 擋了 對 trick room完美呢 首先三個停 那就是trick room 還有一回合 下回合完 好了 留意一下這件事 這個時候呢 那 GALA那邊 他對付 這隻HAT HALB 就是壽司狼 戰略呢 基本上就會 用CLEAR SMOB 就是用一隻孤雷 但是呢 另一方面 小謙又有一個 Counter 就是對應的方法 就是用他的 濕色調整體 對 這個就比較關鍵 別時出替身 會不會是充臨完這個回合 但是他的速度線一變化的時候 替身就有點難 我們首先看到 咦 竟然有個YON走出來 好 哭倩走出來之後 下一回合 如果不換走的話 就睡覺了 他也不能換走 對 就是誰都會睡覺 但是這一箱保護了自己的 熊年海啟 先的 好了 究竟這 可不可以靠這兩隻 靠這隻 先衣背 可以 去對付 咦 我們看到這個HAT HALB 是 鋼是太精 對 鋼是太精 那其實就對於 那 剛才呢 加樂有一下 用火去毒他 可能是 見到他將TEAM CHEAT 有個鋼太精 但是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這個需要 鋼太精 剛剛有 那個攤命還沒有需要 對了 但是會不會 童年海啟用草招 其實 會不會 大家互毒而已 你可這麼說 首先看到 守住 保護 連補 連補是不行的 沒辦法 上賽就輕鬆KO了 這下CT應該也不重要 不重要的 因為始終已經加了五級的攻擊力 現在看看這個先E 他打出來的 會是 正路應該就是 HIPA VOICE 不是太精爆發 普通的招式 都是妖精的招式 所以我覺得 太精爆發在先E身上 用的好處是 很多 嗯 就是 對 但HIPA VOICE 就是單體的技能 傷害會比HIPA VOICE 而且你可以避免了 對面有Y GUARD的情況 嗯 也可以隨時變屬性 省下招式 但這個情況 其實對於加樂都不利 因為始終來講 小謙依然還有4 3 到這個時間 還未解決到這個效果 是的 或者有沒有辦法 這些時候 強化自己 但是 水牛又不像強化型 嗯 我記得 我剛才把隊企圖 調整了一回合 他旁邊 是 AZOFAS 哦 這樣就沒辦法了 大家在這裡打 哇 因為 剛剛處理了一隻HAT HALB 那隻米納要走出來的情況下 毫無防備 被一個招式收走了 現在可以收回沙隊了 對 突然之間 HAT HALB 變回沙隊了 放出來的 會是狼人 和班吉拉 對 左右其實沒什麼關係 這個情況之下 好了 先看到狼人 然後傳到班吉拉 接著刮沙 接著就會 將狼人的出道 乘回耳 嗯 揚沙 開始刮沙布料 那現在 沒有出動 快的話 一定是狼人最快 但是打水牛的傷害 我們這邊還有太精化 是的 小謙這邊還有太精化 總三個太精化未開 我們就不知道狼人會怎樣做 但是 我想 狼人離不開都是Live Out 或者是Focus H 對 剛才看到 我們手上沒有team cheat 剛剛的時間關係 對 等一下再找team cheat 對 所以如果你狼人 有一招比較常見 就是他剩下一滴血 猛剛 對 青木最喜歡的那些 小吃 鵬餐 猛剛 對 這些比較無路的小吃 好 那現在來了太精化 太精化 會是哪隻精靈呢 是班格拉的 班格拉 大精 飛行 吊著三四個氣球 吊起了 那對面呢 狼人最快 一個近身戰 收走水牛 應該都知道對面 水牛是Asofax沒有保護的情況下 這也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但是先知E貝打 未得治療 我們先見到班格拉 速度比對面的先知燕背 因為始終對面的E貝都是因為trick room形態 我相信都是 但這個時候 科獻都是Yon 逐隻逐隻去處理 希望 兩體的 因為你避免要打狼人 打到剩下的敵血 然後被人 一招 Endeavor 之後再一個沙布抽走了 對 其實這個 我覺得處理是對的 對的 但是先知E貝對於班格拉 這麼高突防 雖然現在沒有沙布 1.5倍 但是他突防都很高 有沒有辦法處理呢 很懷疑 看時間 這個就是 我想 一半一半 但是 令到他睡著作之後 用兩招應該足夠 處理到 兩下的巨星都可以加點 在兩下巨星之前 又要頂到狼人的招式 對 很問的 你記得要同時處理兩隻精靈嗎 對 好啦 但是E貝有個好處 你剛才看到他用Lapover 吃剩的食物 看來他都點了很多伏 嗯 感覺上因為剛才吃了一下 太天爆發 都未過半 我感覺上這隻比較硬 好了 顏斌打出來其實傷害都很高 然後才看到先伊的班格拉 先伊的巨星 哎呀 收不走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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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敏 因為如果真的要處理狼人 只有兩個方法 要是只剩下敵血 然後用Quick Attack 打他 嗯 但我這一刻不肯定要Quick Attack 好 我們趁這個時候可以查一下 我想看看 雙方有什麼招 沒有理由 兩邊選手在看著 Team Ship的時候 我們自己沒有看到 對 好 首先都說 小謙先贏一局 不過我們是打BOV的 所以 後兩局可以隨時去 根據戰況去調整 對 我們看看家樂如何去調整 情況 現在是 這個Switch round 赤面龍堆的第三場 是由小謙對家樂 我們畫面這邊是小謙 對面是家樂 兩邊現在在挑選精靈 剛才那場就是由小謙勝利 看看家樂這次會不會改變他的先發陣容 其實都挺有困難 因為始終小謙有兩個主族的關係 其實家樂要想一想對面是誰主族 看上去很少吃烤霸會走頭做主族的情況 剛才是 不是 走頭 走先的意思是 完全是頭兩隻看到其中一隻吃烤霸 是 小見一點 似乎 如果小謙都是用同一個戰略的馬 那你會放哪兩隻在頭呢 我想對付兩個範圍技 兩個範圍技去處理 我會希望這樣做 兩個範圍技就是 就是仙子伊貝和紅蓮海騎 又沒有啊 現在沒有精神 但是始終因為你的速度 還有速度不夠快 比較慢 嗯 就問題 因為家樂那邊呢 都是慢速的 在TR的時候就快 對 對 兼且被動 會不會是想靠這隻 援面貓幫助手 其實你說慢速很不像 以前你們玩 是一種有三文字的 是 是 他那是中速 躺完之後 將他放在TR那裡 我個人就 有一點保留的 你中速呢 如果你能夠 有trickroom 再加上有 順風呢 是好很多的 我們首先見到 家樂 就出發 咦 踢飲 還有紅白鵝 這個 這隻 King Gambit 這是我們的撲斬將軍 對,吃飲 這邊就是沙咀手法 這個手法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你可以催眠那隻蘇嵐女人 你起碼不要被人打,就只剩下一定的血 一隻鋼是去抵擋兩招硬斃 你不Fleash都不會受太多傷害 但我們看到這個太精髮,很快 是哪隻太精啊? 飛行太精的班格拉雅 會不會小天上這個時候已經用飛行太精去處理對應 要唯偶才有辦法殺到 牙斌再加飛 首先要突擊打出來,傷害都不錯 這個我覺得很聰明 讀得很漂亮 太精爆破 正務應該處理到暴露夫 在什麼都沒做的情況下 什麼都沒做的情況下 就少了一隻 哇,這一下是Hanova Endebva是很漂亮 真的不敢這樣按 你比別人快 我不敢按 我寧願按多一下 我寧願按Iron Hand 打下去 啊 這個就是魏菇人膽 我這種程度都是經驗上 小天真的有幾個經驗的選手 對 好,之後放出來是Chill Me 所以他現在是想移動Hanova 但是這個時候少了一個 我覺得都很重要的暴露球菇 你之後打Hanova也不好打 尤其是Hanova 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看到Hanova 後面是Hanova 後面是Hanova 那... 怎麼打呢 我可能有一個疑問 除了Crit之外 所以他現在是不是想移動Hanova 應該是 這個時候都是用Hanova 因為始終你狼人可以之後拿來做收頭 用 所以... 現在比較難搞的是這個 複雜之力 好了 這個時候... 一個Yon走出來 還有一個褹啊 這個時候就馬上收走自己的 然後斬加拉之後呢 Hanova又可以做一個橫鬚 對啦 Hanova就進入全力狀態了 對啦 我們看回小天的Hanova 其實他就沒有水系招的人 他就是一個地系招加上菜 替身的情況 所以地系招... 嘩 阿斯令... 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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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就很明顯的 反而是想看看加樂怎樣去... 有沒有什麼辦法去應對 是啊 但是我想加樂都... 真的幾難搞 那... 看看他們... 就算加樂那邊... 不換走斑加拉 他都可以用地震 因為始終隔了 斑加拉那隻... 斑加拉那隻...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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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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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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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啦... 不是說過了 然後收走自己的斑加拉 都... 都怕了他被人... 有關係啦 換入了米辣龍 這個時候... Commander 加蘇司令 突落 然後就變成加攻... 加火... 加特攻...加特攻... 加特攻...加特攻... 加速度... 全能力大幅提高 這個時候... 是不是用回地震呢 還是一個... 最快出招的會是... 都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 好啦... 但... 又不是太... 用完他啦... 現在不用幾次用呢 太... 靜落... 嘩... 嘩... 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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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不會打... 為甚麼加了兩級 因為始終加了兩級 對啦... 還有體身 體身有個好處的 就是剛才... 擋這個特攻... 低... 還有擋... 擋我... 下欠... 但他擋不到HIPER VOICE 復斬... 喔... 這下呢... 希望可以可以斬得穿個體身 可以吧...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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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那始終要踩個體身 呃... 這回合... 只是做了一天體身 那... 欸... 都還有辦法... 你打了可欠... 如果我們沒那麼快處理到... 先吸背的話... 呃... 後面那隻... 後面那隻... 處理... 是... 剩下... 剩下什麼...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會不會是... 始終... HIPER VOICE 你處理完之後... 後面還有兩隻沙隊 就是... 會... 有沒有一隻可以一... 穿山的精靈呢... 可能用了... 已經... 但是暴露球菇是... 其實暴露球菇... 那一刻呢... 我都... 有點... 懷疑... 那一刻... 是不是真的... 就是... 完全... 中門打開... 擋到這個... 就是... 不用拼法出來... 是啊... 不是... 拼法可以的... 但是你不用那麼快... 保護都不做... 因為人家都進攻硬... 嗯... 好了... 這時候保護啦... 曲斬啦... 這個... 都是... 大家... 拖一拖... 其實... 欸... 錯事啦... 為什麼呢... 我們要看看... 駐處... 如何... 判斷這場... 對... 像... 來到這個... 這麼緊張的關頭... 突然間... 出現這個... 連線切斷的問題... 現在... 問駐處... 如何去計算... 這一場... 究竟是重新打... 還是... 按現在的精靈... 去... 決定... 由於Switch顯示斷線坊是我的機器 所以只能夠判決我Game Loss 由小軒2比0勝出 請大家期待下一次的比賽 下一屆赤面龍杯會在2月11日進行 我也會拍多一次比賽Flob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